長度健康 出入平安 有效預防便秘支從生活入手 改善便秘支 腹部按摩 適合長期坐或者臥床長者的腹部按摩 患有中風 脊髓損傷 肌肉萎縮 或者其他疾病的長者 通常都有排便困難的問題 尤其是對於那些活動能力 僅限於椅子或者床上的人 可能會引致便秘 對於這些長者 由其他人或者長者自己進行的腹部按摩 可以有助緩解便秘 根據人體解否學 大腸以順時針方向運行 患有便秘的長者 可以按照順時針方向按摩腹部 當對腹部進行按摩的時候 按壓力會增加腹內壓力 然後再壓在腸上 結果大便便會被推向肝門 按摩的步驟如下 首先我們由油下腹開始向上掃 順時針 心度大約一至兩寸 你做的時候 要保持呼吸長順 做的時候要由心 然後再放淺一點 然後再放淺一點 然後再入手 再放淺一點 然後再入手 這樣 來這裡 索淡氣 正在收緊的肚子 保持一二三四五 然後放鬆了 對 動得很好 好 再來一次 索淡氣 保持在這個位置 一二三四五 放鬆 好 每次腹部按摩時間 約為五分鐘 每日三次 可以在早上 下午或晚上進行 另外 上廁所的時候 長者也可以自己進行 腹部按摩 如果想獲得更多 免費護腦資訊 就來我們的網站 Facebook 以及YouTube頻道 看看吧 在走之前 記得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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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